iderj 草了 无双没能控制住大鸣出去 反而被箭给控制了 十二病飞剑 无双程百年退堂 终于出了一名剑仙 前辈过脚了 去 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 但作为一名剑客 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笔剑 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符号 你若将你师父的断水剑借来 或许能坚持得更久些 握在手里的剑 我也是有的 大门出去 他这是做什么 大明珠雀和那十二股飞剑 都是鬼剑师打造的 需要一血为养 所以大明珠雀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魔剑 果然是把好剑 杀了这个无双 我要这把剑 走 无双 无双没能控制住大明珠雀 反而被剑给控制了 我无双 怎么可能被禀剑控制 骆先生 如何 好剑 好剑 值得我出剑 你们看陆信扬 这是国伤剑 为什么我看他出剑 有些难过 国伤之剑 凄凉剑之罪 骆青阳最强剑法 何为国伤 战场之上 无勇而死者 照例不能炼以关咎 葬入沐浴 也都是被称为 伤的无处之鬼 你们知道 骆青阳为什么会选择 穆良城吗 昔日的穆良城 作为西面雄关 曾用十万大军 服侍此地 他们的国家 打了败仗 仓皇离去 只剩下那些战死的将士们 曝师荒野 无人收敛 直到百年之后 化为尘土 此之伤 变为国伤 何之剑凉 能抵国之剑凉 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势吗 那我便斩九哥 火七流 走 独双城 有你这样的弟子 是他们的荣幸 前辈之间 不似人间之间 晚辈大开眼界 他们俩这是战品啊